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宗村宝灶导演的万字 大阪的附加千金圆子小姐 在嫁给律师男友后 渐渐感到生活范围 为了排解这份苦闷 圆子报名了艺术学校的日本画课 圆子并不期待在这里学到什么 只是为了不要闲着 丈夫虽然对绘画一窍不通 但很赞成圆子去学习 一天在画杨柳观音时 校长在旁边指指点点 他说圆子画得不像模特 倒像学校某位同学 圆子的脸刷了一下就红了 那天之后 学校就传开了 说圆子和西洋画教师的光子搞同性恋 圆子对光子深感抱歉 很想找个机会认识一下 当面表示歉意 某天真的在洗手间遇到了 圆子这时才知道 是校长在背后散布谣言 为了诋毁光子小姐 请一世有人给光子介绍一个阔少爷 恰巧某个市议员的女儿 也想盼这门清 于是就托人买通校长 光子提议 不如趁这个机会做好朋友 看看那些人是什么反应 圆子大喜 周末就和光子去了奈良 两人说说聊聊 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对此 丈夫是赞同的 还说很想见见光子 画完成了 丈夫赞不缺口 还说要给表起来 请光子小姐到家里来看 光子觉得 表起来的话 还是重新画一张吧 这张脸很像 但身体完全不像 几天后 光子到圆子家拜访 让圆子好好看看自己 圆子看呆了 心里有说不上的快感 突然间 圆子亢奋起来 要看无码的 光子推脱 不肯全脱 圆子一把撤掉 一览无语 看着看着 光子也脱光了 两人紧紧包在一起 夜里的小雨 稀稀利利 圆子满脑子都是光子 念着光子的名字 心里阵阵悸动 思念的情书一封一封 没有对方的时刻 只有眼泪相伴 不上学 不画画 总天两个人 关在房间里 半夜三宫还在打电话 丈夫萧太郎 越来越怀疑 这太不正常了 圆子不理睬 柔声柔气地说 光子的身体那么美 任何人看了 都止不住颤抖的 这是艺术的力量 吵着吵着 受不住了 圆子又惊吓 又愤怒 步步紧逼 萧太郎只受慌张的愤 自结婚以来 圆子从没感受到 夫妻生活的快感 圆子说 是萧太郎没有激情 萧太郎说 是圆子不主动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结束的吵架 两人都累坏了 萧太郎显道歉 请求圆子 不要再和光子来往 圆子拒绝了 他要自由 他不要被束缚 架吵到这份上 也就算撕破脸了 圆子愿意为光子做一切 包括去死 圆子没有孩子 没有任何负担 他只为光子而活 丈夫已经放弃了 什么都不问 如此 圆子也越来越大胆 圆子陷入了迷狂 他的眼睛里 除了光子 什么都看不到了 万万没想到 连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 发生了 光子和男人住旅馆 衣服被偷后 向圆子求助 光子曾经说过 他的身体只给圆子看 可如今 可如今 圆子的心 砰砰跳 浑身软 连膝盖都开始打颤 光子的佣人阿梅 看着想知道什么 但说话吞吞吐吐 这让圆子供加愤怒 男人叫荣次郎 是光子的未婚妇 圆子本想送了衣服就走 没了到 荣次郎浓言善变 说话滴水不漏 圆子被说服了 一句责怪光子的话都没讲 可圆子心里恨阿 他真想冲上去 撕烂光子的衣服 圆子不甘心 一股怒火憋着 被人当傻瓜耍了 还耍得团团转 圆子当即下定决心 再不和光子来往 第二天早上 圆子起得格外早 他要忘掉光子 彻彻底底忘掉光子 可是没想到 后来又发生了那样的事 光子为圆子要的避孕药 原来是送给朋友 朋友吃了 现在出了大问题 医院建议圆子和光子 私下想办法 圆子刚同意了不到30分钟 光子就来了 来了就倒地不起 说其实是自己怀孕了 圆子万分心痛 什么都不想问了 洗手间流了一地的血 看来不是假的 但光子坚持不去医院 无论如何劝都不去 折腾了一阵 圆子已经明白了 怀孕是假的 连血都是假的 可那有什么关系 圆子已经沉迷光子 无法自拔 但是几天后 从容次郎口中听到的话 又让圆子头晕了 光子确实怀孕了 他只是怕圆子 因此离开自己 才编造所没怀孕 容次郎提出 既然大家都离不开光子 不如结盟 共同对付这个美丽的恶魔 圆子同意了 两人煞血为盟 正在圆子对容次郎的话 深信不疑的时候 光子终于说出了真相 容次郎没有性能力 但不准光子离开 说一旦光子离开 就把所有丑事都捅出去 那次旅馆丢衣服 也是容次郎搞的鬼 目的是把圆子赶走 独自占有光子 圆子第一次觉得 光子是如此的可怜 发誓 拼死要将光子拯救出来 孝太郎竟然找到旅馆来 圆子百思不得其解 正想着借口说不在呢 光子弄了衣服塞了塞 看着真相那么回事 圆子的心思 都在怎么对付容太郎身上 全然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表情 果然不是容太郎的对手 那家父先发之人了 白纸黑字摆在眼前 圆子只好承认 那天 容太郎跑到律师事务所 喋喋不休 容太郎叫圆子退出 又不想圆子离婚 所以他一口一个上门女婿 说得孝太郎很是羞耻 孝太郎堂堂一个律师 才不惯他 最后 容太郎舔着脸回来 双手奉上试药书 圆子坦白了 所有所有 都一无一时地交代清楚 莫了 圆子崩溃大哭 要自杀 圆子总日以死相逼 但无济于事 起不到威胁作用 过了些日子 好容易见到光子 原来 光子这些天也不好过 容太郎逼着光子 签保证书 保证永远不离开 光子才不会上当 死都不前 容太郎威胁光子 说就算好上一生 也要搞下去 听到此 圆子突然心生一记 嘴上说没用 不如来真的 约定了 去光子家邦寺的别墅 先喝安眠药 再让庸人打电话 庸人阿梅早就准备好一切 就等着喝药 为了做得真一点 两人都写了催人类下的遗书 一切准备妥当 三 二 一 同时服下 圆子开始有意识 是第二天下午左右 圆子貌似听到了容太郎的声音 但迷迷糊糊 分不清真假 随着意识越来越清晰 圆子不禁大吃一惊 哪里有什么容太郎 是丈夫 圆子不怪丈夫 他了解他 圆子也不怪光子 圆子更了解他 但是自那次以后 丈夫和光子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既然谁都离不开光子 不如三个人好好相处 如果有一个人不幸福 就三个人一起死好了 肖太郎花了十万元 曾容太郎手里买回了所有重据 外部关系处理好了 下面开始处理内部关系 光子共爱谁呢 每天争论 每天吵 谁对光子最争宠呢 每天争论 每天吵 还有一件事不可少 就是吃药 光子每天离开之前 都要看着圆子和肖太郎吃药 渐渐的 圆子和肖太郎的猜疑心变得极重 都不肯轻易吃 光子有办法 干脆亲手喂药 每天每天都是如此 不去二人玩 绝对不走 最近药劲越来越大 早上起来头晕眼花 可即便如此 仍阻挡不了两人的猜疑 圆子觉得 肖太郎没吃药 肖太郎觉得 圆子没吃药 圆子觉得 光子偏爱肖太郎 肖太郎觉得 光子偏爱圆子 终于 该来的还是来了 誓约书被荣太郎拍的照片 一切都被曝光了 如此 只能一死了之了 能和光子一起死 圆子满是激动 肖太郎眼睛也亮了 有从未有过的光 圆子想烧掉所有情书 光子拦住了 说可以作为遗书保留着 三人给观音上了香 虔诚扣拜 圆子和肖太郎 做了光子观音的边神 永远守护着他 一切准备就绪 三 二 一 同时服下 三个人一张床 一个枕头长又长 那个世界没有忌妒 三个人终于能好好相处了 遗憾的是 圆子醒了 只有圆子醒了 光子和肖太郎紧扣着 一起去了那个时间 啊 圆子被骗了 最后还是被骗了 怨恨已死的人 也是无济于事了 圆子此后想起光子 更多的还是思念之情 而不是怨恨或后悔 尾巴 百合 拉拉 兔子 蕾丝 断背 断袖 玻璃 龙羊 抖S 抖M 抖ABCD 一P两P 三P四P 720P 1080P 这是什么 这都是人心的阴翼之地 古奇 润一郎的爱好 就是对这些阴翼之地 礼赞之 如何礼赞呢 用什么样的礼来赞呢 一个字 美 阴翼之美 美之阴翼 比如 阴翼礼赞这本书提到的 日本房舍 日本房舍屋顶碧岩厂 碧岩下飘逸着浓密的黑暗 论时辰 即使是白天 屋檐下也萦绕着洞穴般的黑暗 几乎看不见入口 门扉 墙壁和柱子 窗户用纸壶上 阳光从外面照进屋里 通过窗户纸 就变成了一束模糊的光线 可以看见漂浮在空中的灰尘 物体在这样的空间里 看不出完整的面貌 却沉淀出美的温度 再比如 书中举例的厕所 我每次到京都 奈良的寺院 看到那些扫除洁净的 古老而危艳的厕所 便深切感到 日本建筑的难农可贵 客厅固然美好 但日本厕所 更能使人精神安然 这种地方 必定远离唐屋 建筑在绿叶飘香 苔显流芳的林荫深处 沿着狼子走去 敦服于宝岸的光线里 承受着微盲的 杖子门窗的反射 沉浸在冥想之中 此外还有饮食用具 作为餐具 瓷器固然不错 但瓷器缺少 漆漆那样的音域和深沉 瓷器用手一摸 重而且冷 传热快 不便于保温 再加上一碰撞 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而漆漆手感轻柔 不会发出刺耳的声响 刚煮虫的白米饭 一打开锅盖 粗然捅起一股热气 沉浸黑色的容器 粒粒晒珍珠 荧光闪亮 日本人见了 谁不感到米饭的珍贵 再如 同样的银制 钢制 镊制餐具 西洋人喜欢打磨的 纵量耀眼 但我讨厌那种光 我们这里的水壶 茶杯 有的也用银制 但不怎么研磨 相反 我们喜爱那种光亮消失 有时代感 变得沉滞暗淡的东西 近来 中国菜一般都采用 西制的餐具 大概中国人喜爱那种 古色古香的东西 西制品 类似铝制品 虽然感觉并不好 但中国人用起来 务必要求有时代标记 而赋予雅味者 而且 表面即使刻有诗文 也要捅忧黑的文理和谐一致 就是说 一到中国人手里 青薄而光亮的西金属 一律变得像猪杀一般 深沉而厚重 以上 古奇仁一郎的音译里赞 是古奇文学的序言 单纯的看音译里赞是随笔 单纯的看其他小说是故事 可一旦将两者联系起来 立刻就能发现 人物变来变去 环境变来变去 花样变来变去 但其实 无非是720P到1080P 核心 都是音译里赞 古奇仁一郎对音译的里赞 实在是极有意思 但大家千万别轻易选 还是安全第一